用回第四个标记或者叫第四个神迹 就是《慰饱五千人》第六章第一至十五节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说要害祂的罪事的技巧等等 现在这里有个例子给我们看见 第一至四节 这些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尼海 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祂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祂 这里看到有些人因为见到一些东西跟着祂 耶稣上了山王门座座那里 那时候又看见人的预测快到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随意的提示 但这个提示非常重要 因为在《慰饱五千人》里面 《慰饱五千人》里面 《慰饱五千人》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就是在第二章 刚才我们说过的《结晴圣殿》那里 第二次在这里 第三次就是在第十二章打猴的 一直到耶稣被钉的记载 那这三个《慰饱五千人》 这三个《慰饱五千人》 都是很明显的 将耶稣的身份和工作达显了出来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 就说到这个《慰采》的《慰采》 这个《慰采》的《慰采》 我们说到这个《慰采》的《慰采》 三天之后再建另一个 指着他复活的这件事 在十二章打猴的那个 最后的《慰采》 就是说耶稣被钉的这件事 所以来到中间的预测 我们很明显地预测得到 他要说的都是什么 耶稣是那位要社生的主 所以如果你读这段经文 你好像看马太、路加、马可 《慰采》很多人 你就会触错用神 因为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 你很自然地想到耶稣的能力 不会变得到很多人 而他作为神的儿子 要受死的这件事是不明显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若翰在这里提出一个很小的时间的参照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不知道 《慰采》有三次的 三次都跟谁有关系? 耶稣的死 所以这次要说的 也在说耶稣的什么? 耶稣的死 牧师也想象力多丰富 你解释得很惹 不是很惹 而是很野蛮的东西 我说如果你读这个第六章 读得仔细一点 这个神识结束之后 耶稣不是讲论的 他说我的肉可以吃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他在说自己死的这件事 所以不是我很野蛮 而是经文确实是这样说的 好了 所以这个记载的重点就是这里 暗示就是语节 明言就是在五十三至五十七节 有几次他提到自己的肉 自己的血 所以耶稣是那位主动写生的主 写生的玛拿 主动的牺牲 那为什么要提主动的牺牲 或者写生的玛拿 这件事呢 这里也是 如果你读得仔细一点 你会发现到 要看他那种聚述的技巧 是凸显这个主题的 在这里我们要读得仔细一点 用一点时间来看看 第五节开始 耶稣举目观看 见一大群人 向他走来就对肥力说 我门从哪里买饼 吸食人吃呢 他学者说 原始是要试验肥力 其实他自己早知道要怎么做 肥力就回答 就算两百银米 买饼也不够 一个人拿小块 有一个门徒就是安德烈 就是诗文的兄弟 就对耶稣说 就是他的孩子 带了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但是分别有什么用呢 于是我们知道 故事的往后了 我们通常解写这段经文 就说安德烈 或者肥力 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等等等等 这个是OK的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读得仔细一点 其实他们两个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他也有点怀疑 是不是 他带来之后 还加了一句说话 比如第七节 肥力说 就算两百银米 买饼也不够 一个人拿小块的球 这句说话 显示出他 他不是我们浪漫化他 这么有心 我要做一个大人 来到主面前的肥力 安德烈也是 但是打起了小孩 到耶稣的面前 这两个小孩 带着五个饼 两条鱼 这么多人吃 有什么用呢 起码一遍 这是我说的 经文没有说的 这两位朋友 其实不是浪漫化的 那么重要的 就算是这样 神也可以用他 这个 我想对我们来说 是很大的鼓务 有多少的时候 你和我做事 都可能带着怀疑 都觉得 行不行 但是神用我们 我们不需要 很大的信心 看到这个小孩 骨骼精奇 一定 有些饼也不同 不是他 也不是我们 行事的是哪个 是主 所以如果我们 把这些经文放在 腓力和安对力 其实有些 触错用神 明白我的意思 这些经文说什么 说耶稣 说耶稣 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神迹的施行 是完全 自己在自己的计划里面 有个人在这里 说得很清楚 他自己早已知道 要怎样做 是不是 不是因为 看见那些人这么惨 没有射金 怎么办 他们很辛苦 不如喂爆他们 这是马可的版本 马太道是马可的版本 有出来看到人的楼 来 他们这么远的地方 怎么办 门徒座 拆他们走 不行 要搞些 要给他们吃 在扶女福音书里面的耶稣 因为外在的妻惨 的情况 感动他要做 但约翰这个耶稣是什么 他一早知道会怎么做 你听不听到分别出来 一早知道会怎么做 很超越的 很高远的 所以你记得为何我写一个终点说 约翰的Christology 是很高的 就是这个 他一早知道要怎么做 仿佛他所行的一切 不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 不是说他没有怜悯的心 只是他做这一件事 超越了 那个怜悯的心 这个是 挺不容易接受 但非常重要 约翰要说的就是这个 他不是人家感动他而去做 他一早就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所以约翰的里面经常用 我的时候还没样到 我的时刻还没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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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到的时候我就怎么怎么 他一早就看着个标来做 当然这个是说 他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时刻 是他和父亲的事 所以每一个事件遇到的 每一个人遇到的事 他所做的事 都是要将写他是谁 要做什么 带来什么影响 所以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他会和他妈妈说那些话 不是妈妈叫他做 他就做 只有他和谁 父亲 如果那个是没错 是现实的话 不是因为他的妈妈 实际上他没有妈妈 他只有一位父 约翰要说这件事 你怎么这么说 约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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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一至十八节 是什么 太初有道 有没有玛利亚出现 有没有同情女怀人 完全没有 你一说同情女怀人 就将耶稣放在历史的框架里面 约翰要说的耶稣在哪里 在历史之前 是很超越很高原的 所以在历史上 你会明白 我先拆开一点说 为什么祖旗教会的教父 很有智慧 用鹰来代表约翰福音 因为鹰飞得很高 很飘逸 很难触摸 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就是这样 有些其他福音书 牛 人 等等 你会发现 跟我们很接近的 很能够感受的 好像人 好像牛 很辛苦 等等 但约翰 就要刻意告诉我们 那位主 是一位主权的主 所以他医治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不用让他做什么 他要医就医 主权在他那里 你不能解释 因典就是这样 因典不是计算你行不行 可以不配得 因典就是你不理你配不配得 因典都想不到 那你笑不太好 那就错了 John Newton有首诗 大家都记得 如此因典使我敬畏 对吧 英文是 Mento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我们真的领受恩典的人 应该是传一种敬畏 原来可以这样想到我身上 我怎能不战经 怎能不恐惧呢 应该是一种俗言 哦 那我可以怎么怎么 保罗也说过类似这些说话 你看 在罗马书里有些人说 那因典你就可以求求其其 保罗是什么 断乎不可 保罗就说 因典给我们的感觉 也不是我们可以用神啊 轻描淡舍啊 我想欣典的另一方面 让我们看到就是 John Newton的《Amazing Grace》 其实欣典得非常好 To u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如此欣典使我敬畏 如此欣典使我敬畏 好了 这个《卫宝五千人》 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阅读的时候 上次点出一件事就是 耶稣他自己知道怎么做 不是因为人很可怜 他超越了人间理解的可怜 他自己知道 因为那件事不是喂饱人 那件事是说什么 是说他受死 超越了其他福音书所描述的层次 那个层次是喂饱人 耶稣有怜悯的心 是很好的 但是约翰要说的就是 这个喂饱人的事件 是说耶稣的肉 的血是带来人生的生命 不是说人的饱足 不是人说肉身的饱足 好了 第五个标记 就是在海面上行走 这个是第五章 在第六章里面 有些学者将这两个放在一起 也有些将它分开 为什么放在一起呢 因为都是在第六章 如雨节的背景里面 所以放在一起 分开也有些原因 因为在想命上行走 很明显有一个 耶稣在大水之上 这个在教育圣经里面 常常有一个主题 在大水之上是神 所以耶稣走在水上面 就是说祂是神 并且耶稣说我是 这个我是 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词会 如果我们看这个词会 是看旧约的希腊文圣经 就会发现这个词会 等于耶和华自己的宣告 所以这个我是 这个词会 就表示耶和华自己的宣告 就不是我们英文的 hi, it's me 是我,不用怕 是我是 一个我是 是一个很强的神的宣告 所以第一 他是用耶稣在水上面行走 去比喻祂是在大水之中的神 第二 他通过我是 来宣示祂自己的身份 你说是不是这样 跟着船立刻到目的地 就告诉我们 他确实是要说耶稣是哪一个 所以这里有人把他视为第五个标记 告诉我们耶稣是哪一个 第六个标记就是第九章 驱赶黑暗的震光 我们竟去第九章 刚才我们在第一个终点的时候 都约约提过 这个的记载 其实都是 神后味道很重的 因为 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时候 他医好一个 黑眼的 好像唱歌 黑眼得汗见 渠道行走 等等 是的,这里是一个的神迹 但是 所有在药案护心里面的神迹 你必须要看到它更深的意思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会捉错用神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约约约约约有选择性地 是记录了七个 而不是记录了很多 那么很多 每一个都希望你看到耶稣是哪一个 以及跟我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他没有大包围的 什么都说 所以在这个处境里面 你就会发现 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例子 前面的四个 四个五个你都会见到 当约翰讲这些神迹的时候 他也在这女那女放下一些提示 一些策略 提醒你耶稣是谁 祂做什么 跟你和我生命有什么关系 而尽量将那种 祂是一个神能的人 很有能力、很有能力 不只是这样的 如果你读约翰翻译的时候 看到这件事很有能力、很有能力 我想都不是很独得到约翰要讲耶稣是哪一个 好了 这里是另一个例子 祂做了很多的部署 给我们知道祂要讲的什么 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耶稣依害一个生略核眼 这个大家都很明白 但我想和大家看旁边的东西 你都明白 祂透过这个事件 要讲的是什么 首先第九章 第一节 一直到第四节 耶稣走路的时候 看见一个生略核眼的人 他的门楼就问他 拉比这些人生略核眼 是谁犯了罪呢 是他还是他父母呢 耶稣就回答 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将显神的作为 趁主白日 我必须要做那派我来着的功 黑夜要来了 那时就没有人能做功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很明显 这里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将生略核眼的人 一直变成看见的人一样了 他要说的是什么 说的耶稣是光 是不是 并且不是一个人 是来到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权势是大的 他要来把光明放在这里 你想起第一章一字十八字 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真光主题在黑暗里面 这个给我们调教一下 这个故事应该是怎么去阅读了 说了一句话之后 就在地上用烫末黄料泥 就把泥抹在盲眼睛上 就对他去西罗亚池那里写一写 西罗亚的意思就是奉餐的意思 他就去了 写完之后回来就看见了 这也是一个约翰的技巧 是很精彩的 我们有时就会忽略了 其实他的部署真的 很令到人觉得 不能放下那本书书 要再三来就去阅读了 其实这很黑暗的人 其他书书都有 约翰是很巧妙的 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几节 已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 如果前面的几节 我们能够捕捉得到 我们就马上明白 这个的成绩 不只是发生在2000年前 应该发生在今天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 黑暗的世代里面 因为你和我都可能是一个 黑暗的人来的 明白那个意思吗 我再说一次 约翰这么辛苦经营这一切的罪述 其实他告诉我们 这个事件 不会只是发生在2000年前 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其实是发生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可能是黑暗的 或者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我们需要那位光明者 给我们光明 那这个光明者是哪里面 当然故事很清楚是耶稣 但是这里有小小的技巧 我们读的时候觉得非常之好 你去西来亚池子 去洗一洗 他都告诉你西来亚是什么意思 逢差遣 我问问你 谁是逢差遣 耶稣吗 你去耶稣那里 你就会看得到 所以你去西来亚池子那里 其实是借那个池子 那个名字 是要说你要去 那位被妇猜来的 那个人那里 才可以是看得见 如果看见是光明 看不见黑暗的话 你必须去到那个光那里 你才可以驱逐黑暗 这个就是第一章要说的东西 所以你发现 这些西微的东西 譬如你说 你去洗一洗 你就会看到 你如果不说西来亚池 不说西来亚是什么意思的话 是不明显的 是不是 但一说了 那个方向 即刻告诉大家 你要读得小心点 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 是不是 那么你说 你读到的 好像不是 很多学者都读到 不是我 我绝对不是第一个 很多人说过这些了 不过是因为 可能大家读经熟 都很快 尤其是那么熟 就更加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常常跟学生说 越熟的经文 你会越慢读 因为你常常觉得很熟 你就会以为明白 你一以为明白 你就不明白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你和你太太啊 你的丈夫 生活了很多年 你以为很明白她 你以为很明白她就出事 有时就不明白了 你就是要更加的慢 更加的仔细地去听 as if 好像 你从来不认识她 那么你就会听到一些声音 你就会看到 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这段经文 或者很多经文 都是一样 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们都会说 都会去学一下原文呢 为什么学原文呢 这里我不是去退消什么东西 或者说 如果你学原文 你读原文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你就要很仔细地读 当你很仔细地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 你以为知道的东西 其实你都不太知道的 好了 这个不是我要说的东西 拆开了 不好意思 接着就是医好座 医好座之后 有很多对话 我们今天就不会说这些对话 其实这些对话 就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因为今天要说的是 证捐福音书的情况 所以我就要跳过去 如果你有机会 仔细地看这段经文 里面的对话 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会说 第九章和第五章 是很好的对照 第五章是什么呢 三十八年病患者 三十五年病患者 当他面对法律畅人的时候 他就打小报告 这里这个生雷下的人 遇到法律畅人的时候 他和法律畅人争论 你们看到那个对比 到最后 这一个生雷下的人 有传遇的人 他因为耶稣的缘故 和法律畅人争论 是被赶出会堂 被赶出会堂 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 是要付代价的 但如果你品尝那恩典的时候 你不会像第五章那样 应该像第九章那样 就是执着很忠心的 为自己所见到 所经历的 来到去见证的 所以我们跳到下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一句一段的说话 第27节 第九章 这是犹太人和他争论的 差不多是尾声 这个已经医护好的 以前核眼的人 他回答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不听 为什么现象又想听呢 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痛骂他 就生他了 你才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我们知道神曾对摩西说话 但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这就许戒了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神不听着人的祈求 自听了敬畏神 遵良他的子的人 自故以来 没有人听过谁 开了生来核眼的人的眼睛 这人如果不是从事哪里来的 他就什么又不能做 他们说 你整个人都是在罪中生的 你还敢教识偶门吗 他们就把他说出来 然后大家知道 他遇到耶稣 你发现这些对话 很有意思的 谁是耶稣的门徒 这个人是耶稣的门徒 他不太知道很多东西 但他就凭他有的一些经验 按照犹太人所理解的神 看会是怎样的神 如何工作的神 对比着那些所谓摩西的门徒 对不对 那些很大的对比 但哪些人在光明里面 哪些人在罪里面 那些有权势的人 说你完全生在罪中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他们完全在罪中 在黑暗里面 这个人已经看得见了 用了他的说法 他已经在光明里面 他已经被光照着了 这是另外一点 在这个记住里面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发觉这段经文都是 特别是法利昌和犹太人 那个失明的朋友的对话 好像是整天重演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又或者整天重演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究竟什么是光明 什么是属于神的 这个问题 一点都不完 一点都不完 不是两千年前的事而言 好了 在第七个标记 到第十一章 就是《史拉什路復活》 在二章至十二章里面 这是最后一个标记 按照这个理解 《药文福音书》里面的 神迹或者我们的标记 就有七件 这个很有意思 哇 真是很有意思 我们说 约翰很有技巧 所以用这个技巧 来表达一些特别的意思 当然 我也会说 学者在这上面 没有共同的看法 因为如果你把海 面行走和鱼节的事 放在一起 那就是六个了 就是六个神迹 这就是耶稣復活 变成第七个了 那你不要忘记 二十一章又是一个 153条鱼嘛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无论是不是 七这这么特别的数字 也好 有一件事是 所有研究《药文福音》的人 都会同意的 就是《药文福音》记载这些事件 是刻意的 有目的的 有策略的 有技巧的 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 怀疑 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 每一支记载的时候 都有很多心力 好了 《药文福音》也都是一样 我们说这个故事里面 记载里面 同样是出现一些 我们觉得前面那些神者一样 我们不能理解的事 如果我说 刚才耶稣喂饱几千人 不是因为他可怜那些人 是因为他是 各位牺牲自己的主 自己主动牺牲的主 所以不是无奈上十字架 是知道他什么时候 要荣耀神的 用这个来说明 所以你读《药文福音》的记载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一下 他被人感动 所以他喂饱他们 《药文福音》完全不是这样的 但在其他《药文福音》书里面见到 但我这么说的时候 可能心里面 大家都有一点 我们不敢理解的 我们都觉得腓力 或者是安德烈 都是很榜样 你这么说倒置 不是很多榜样 但刚才我说了 不是很好的榜样 但都是榜样 他虽然不是信得很通透 想得很清晰 知道得很多 但他就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 神都会用他的 如果你不信我说的 你想想比特是怎样 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来到这个故事了 一样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已经稍稍读过了 当耶稣听到他好朋友死的时候 但他不是马上去 也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反应 你听到你的朋友病了 你当然立刻 如果我们到今天的飞的士去吧 是吧 绝对不会说这个病不至于死 哎 荣耀神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走到尖东看什么食物 买两件 做手讯 你不会做这些东西 但这位的主在药坊里不是这样 说什么 当耶稣去到的时候 拉撒洛是怎样的 死定了 就是已经死到进去坟墓里面 是要去到坟墓的面前 做这样做那样 他出来的 包着带的 真的死的 不是休克 明明这个意思 其他福音书都有耶稣令死人复活的 但是是若汉标志得这么仔细的 你有没有留意呢 其他福音书 耶稣也曾经死人复活的 但是没有在坟墓里面 全都包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 才这么刻意记住这些东西 于是耶稣是那位 复活的主 行其事的主 行其事的地步 你觉得不搞错 为什么不立刻去 不立刻去 不立刻去 因为拉撒罗是要完全死亡 才突显出 耶稣他是生命的主 所以有暗示 有为上理的回应 还有他不在场的情据 不在场的情据 就是说我不在他死了 他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 完全存在坟墓里面 出来 于是乎就是 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 耶稣说 我就是復活 我就是生命 所以这里呢 以前的花业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 这个花业其实不是很好 现在的花业比较好 我就是復活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復活 復活的基础就是我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生命的主 这个故事 就是要讲这一件事 又不是 讲拉撒罗 怎么样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不到 耶稣是復活的主 生命的主 你狗前看拉撒罗 都有一个问题的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拉撒罗都会 死的 是不是 他会死的 一样喝完耶稣变的酒 那些人都会 都想再喝 又或者 他是不信的 吃他的耶稣变成那些饼 而不明白 天上来的马拉的人 都会饿的 除非吃了 真的明白 但是真的明白 那些不需要 在加利利海旁吃的饼 都会 吃到耶稣的身体 是不是 因为我们相信他 所以我们不需要 死了 耶稣又令我们 回生意 我们才信的 我们已经用比特的说法 出死入生 生命的主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浮现出来 耶稣说 我就是復活 我就是生命 有趣的 你发现 这个记载 和前面的记载 都是一样 特别是第四 第五 第六 第四 为了五千人之后 那些人就不明白 耶稣引起了很多争论 第六 耶稣令到那些伤害 眼睛 看到东西之后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吵架 你记得刚刚说了 那个后来 看见的人 被赶出会堂 对吗 这个拉撒路附会的事 也是一样 到最后 那些人竟然想 连拉撒路都杀了 你记得你记住吗 很奇怪 我认为 喂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用太诧异 第五章 那个三十八年病患 医治好了 那些法利错人 宗教老师都没有 说哈利路亚 这么好 你一个人好回 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 开个派对 没有 为什么这么搞 这个人当然是 这个人那样 生来黑眼的 一个人生来 黑眼现在医护好 照常理应该说 我们一起去庆祝啦 神真的做奇妙工作啦 不是 吵架的 说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的 说这个 曾经黑眼的人在罪里面 来到这个拉撒路 从死里面 走出来 照应该很开心才对的 不是 他杀耶稣说 他应该这样加法不行 不连他也杀了 这是一个见证来的嘛 你可以想到 这么多人害怕的 但是人就是这么多人害怕 黑眼很厉害 是这么大的嘛 你想想到第一章 一节十八节所说的黑眼的力量 是真是很大的 有时候这些明明对的 都可以隐瞎眼 说他是错的 并且是用一切的力量 去将那些对的东西 来殯灭 尝试和光明 是所谓对抗的 但是没有办法 可以制胜光明 因为耶稣是复活生命的主导 所以二章至第二章 基本上这个标记篇 就是借着一些事件 表达所谓 做什么 对这个世界是什么 对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通常都用犹太人的回应 来表达 黑暗和光之间的争词 你会见到 这些神职歧视 是不会令到 有人一定相信的 有些人因为这些神职歧视 可能更加动杀机的 这个你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说 信仰和神职歧视 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约翰强调这件事 不是说神职歧视有什么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我们有一次的神职歧视 我们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 不行的时候我们很艰难 也或者我们对一些神职歧视 是趋之若无 但约翰就要说 我们必须要信一再相信 而这个信可能是神职的经历 但不一定是这样 第二章至十二章是一个这样的情景 到十三章 到二十章 十三至二十章 就是集中点在群体身上 如果二章至十二章 是说黑暗和光明的一种争词 十三至二十章 就是他属于自己的人 所以你想想一至十八章的那个 那个光令都挺有趣的 光来到黑暗里面黑暗不知所光 是不是 然后凡事实他的就使他门脱臂 造成的乙女 就说他自己的乙女 那样的结构 似乎好像是这样的 第二章至十二章 光明黑暗的争词 第十三至二十章 集中在这个群体 属神的乙女 他的梦导身上 所以连起了很多的主题 第十三章的第一至二节 必须要读一读 虽然时间还是稳了一些 第一节 如一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 回到父那里的时刻度了 这个我刚才讲过很多次 希望来到这里 大家会记得了 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 回到神那里的时刻 时刻 耶稣知道 很明显 他既然爱世上 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门到底 于是乎 十三至十十章 基本上说的是 爱他的人 他和所爱的门徒 一连串的讲论等等 那哪些是他爱的人呢 当时在场的人 包括你和我 包括你和我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第十七章 耶稣说 向父皇祈祷 我不单只为他们祈祷 即是门徒祈祷 我亦都为 因为他们的话 而相信的人 祈祷 叫他们合二为一 好像我和你合二为一 一样 所以整个十三至十七章 是耶稣为他的人来祈祷 为我们祈祷 整个单元 十三至十七章 是不单只说 未卖的那一夜 所发生的事情 亦都在说 我们要实践的生命 几件事 第一个是洗脚 我这个时间不足够了 但我先说一个重点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不介意 我说一说 你可以买我本书去看看 更详细 不是我想推销 因为只剩七分钟 我没有办法可以说 洗脚 一开始就是洗脚 洗脚是说个谦卑 我通常说谦卑 谦卑 但谦卑又怎样 如果用肥拉比书来说 谦卑信服 以至于死 所以他不是说态度的谦卑 是谦卑的地方 可以放下自己的生命 所以洗脚就是说死 社命的爱 就不是一种态度的谦卑 谦卑 他说的不是那样 是一种生命的形态 是愿意为你的大兄姊妹 甚至是写明的 如果需要的话 若翰是要说这件事 那你说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牧师 虽然时间不够 我也想很快地说一说 他说 我是怎样 你们要怎样 我是做老师的 你们都要做的 我要为你们洗脚 你们都要彼此洗脚 接着他就说 我怎么爱你们 你们也彼此伤害 那在若翰方面 我说的是什么 在说耶稣的受死 所以这个彼此伤害 不是说 我爱你 我爱你 那种感觉 而是我愿意为你 放下我的生命 当然在我们今天香港处境 就不会明白这件事 也不需要 不会拿你的生命 不过 我想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会对弟兄姊妹 或者对群体 有一种涉而不捨的爱 甚至于在我自己的说法里面 有一种顽固的爱 顽固的 那种爱是一种力量 不是一种意志 不是一种感觉 你感觉不到 你都会坚持 而顽固的爱 为什么 因为耶稣这么做 耶稣都是这么爱我们 不见到我们 很聪明 他都爱我们 那些门徒也是一样 明知 但他都爱他们 甚至洗脚后 门徒也要出去出卖 耶稣都为他洗脚 所以这就是写明的 同样的结果 结果我们通常说是 植堂、传福音、熟灵果子 但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 仔细一点 其实他所说的结果 都是说死去的默子 因为那个结果 其实在原文那里 和第十一章 说的《落罪地里》 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是同一个字 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结出很多的果子 是说同一样的事 这个结果子的前提是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的前提是 洗脚 洗脚的前提是 社命的爱 所以结果子是什么 其实是 愿意舍命 还顾的爱 舌而不舍的爱 《约翰福音》这章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是圣灵 圣灵指向耶稣 你会很有趣的 《新的圣经》里面 有两个福音书 讲很多的圣灵 约翰和路加一样 但约翰尽量将那些 所谓的特别的经历 是放到很低的 如果你看到 路加有很多神之歧视 但去到约翰 他尽量将圣灵 甚至限制 限制指向耶稣 所以圣灵来的时候 让你想起耶稣 说的什么 圣灵来的时候 教你明白 耶稣要教的是什么 圣灵的功能就是这样 没有说其他 特别的经历 这是在路加里面 所以圣灵的功能 是指向耶稣 因为这个缘故 更大的事 就不是说我们会有能力 行神即歧视 好像耶稣那样 或者比耶稣更加劲 这个也不会有时间说 但我写过一篇 万多字的文章 是讨论这段经文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查一查 《香港正会神堂》 《山道奇刊》 我费了很多心力 写这篇《更大的事》 的《诗经》的探讨 值得大家看的 真的值得你阅读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 我就真的建议你来看 容许我说一句 比较夸大的话 在华人的作品里面 从未一个学者 是处理这个问题 处理得这么多 我用了万多字 写这个 值得大家去看 不是他将所有问题 都解得一清二楚 值得大家去看 究竟应该可以 如何理解这段经文 《山道奇刊》 可能是去年的 然后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是再创的群体 你记得我一开始 说第一章 是透过耶稣的群体 二十章 《耶稣》的群体 这个群体是 第十七章 《耶稣》的讨告 而最后他很强调 信心 再相信 再相信 好了 不好意思 时间 还有一分钟 最后一个部分 讲得比较急 但都希望能够给大家 一种感觉 或者印象 应该是怎么去阅读 这个福音书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